庄子的三条鱼 人生的三重境界 庄子可能是最喜欢鱼的哲学家了 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他将生活的极大智慧 写进了《三条鱼》的故事里 读明白了 人也就活通透了 一 北明之鱼 庄子在《逍遥游》里写的第一条鱼 是北明有一条名为鲲的鱼 能化作棚 遨游于九天 它会乘着六月的风飞去南鸣 可是庄子却说它不自由 一旦没有风 就只能从高空坠落 那时候有一个名叫烈子的人 能够架着风在天上飞 跟神仙一样 但是没风它也要发愁 站在风口谁都能飞起来 这样的自由靠的是外物 是靠着财富 名声才能够填补自我的空虚 官子里说 君子使物不为物使 人一旦被物质所捕获 必然会失去纯粹的自我 陶渊明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人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 他请愿众斗南山下 带月何除归 官场再好的锦衣玉石 也不如手中一杯菊花酒 蜈躬深处埋荒草 近代衣冠成古秋 荣华富贵 转眼就成了别人口中的笑谈趣事 又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在庄子的智慧中 不为物所累 是人生的第一层境界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 他每次钓上来 就用尺量一下 只要比尺大的都丢回河里 其他人问他这是为什么 他说 我家的锅只有尺这么长 太大的鱼装不下 物质上的需求 要寻求一个恰当的尺度 够用就好 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 二 豪梁之鱼 庄子在 庄子秋水说的第二条鱼 叫做书 是豪河之鱼 有一天 庄子和惠子路过豪水的桥上 庄子说 你看这些疏鱼 在下面游得多么快乐 惠子却说 你又不是鱼 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 庄子立刻答道 你又不是我 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生活就像一出戏 我们不在别人的曲目里 怎么能知道别人的悲欢 鱼的快乐 是自由嬉戏在水中 人的快乐 是能够自然生长在世间 一个迎合别人 改变自己的人 注定不快乐 邯郸学步的人生 也没有光 人最大的悲哀就是 你明明与众不同 却总希望和别人一样 好的快乐 从来都是自己的 不是别人眼里的 与其绞尽脑汁去想着 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 倒不如努力去活成 自己喜欢的样子 在庄子的智慧中 人生的第二种境界就是 不为别人的评价所累 李玉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词 浪子有意千里雪 桃花无颜一对春 一壶酒一干身 快活如农有几人 那一天 李玉在湖边上 遇上了一个渔夫 他喝着酒 耍着鱼竿快活无比 渔夫身处社会底层 可是身为南唐后主的李玉 却羡慕着他的快乐 快乐跟地位 才华 荣华富贵并无关系 普通人 有普通人的快乐 生活的好与坏 没有标准答案 人生最大的快乐 就是选择一种 喜欢的方式活着 不要因为有人喊你 船局就放弃读书 浮于表面都是风光 沉下心来 自有答案 也不要因为你的乐趣 无用 就放弃它 乐趣的种子 迟早会结出花 让你的生活 变得芬芳 三 江湖之鱼 庄子在大宗师里 写的第三条鱼 叫做腹 是车折的小鱼 一块池塘干了 两条小鱼 暴露在陆地上 两条小鱼 互相吐没 互相湿润 勉强卫生 庄子却说 与其这样互相熬着 不如放生彼此 去大江大河里 过自己的心生 天命无常 人如风絮 不知道哪一天 你的水就干涸了 和你相伴的人 总有一天会离场 人与人 都是相伴而行的旅者 只有自己 才能走完全程 要成为自己 生命的主人 不要成为别人的附庸 杜甫曾经和李白 结伴而行 策马江湖 杜甫羡慕李白的 洒脱和潇洒 崇拜他的天赋与才华 可惜 我心向山 君心向水 他们终究挥手而别 杜甫成不了李白 可那又如何 写不出人生得意 虚尽欢 莫使金尊 空对月 那就写 国破山何在 成春草木深 在庄子的智慧中 人生的第三个境界 是找到自我 寻找自我的路上 或许会显得孤独 但是蒋勋说过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不能与自己相处 就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 拥有自我的人 才会久处不厌 我们结伴而行 走过江湖 但总是要一个人 去看天空和海洋 庄子说 鱼相望于江湖 人相望于稻树 韩寒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 我们懂得那么多的道理 可为什么却还过不好这一生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个例 不是每一条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所有的幸福都无法复制 活得通透舒服的人 都读懂庄子的三重人生智慧 不智于物 不困于心 不乱于人 身体可以带着镣铐跳舞 心灵则要插上自由的翅膀 今天给你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